中共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被双开,涉嫌偷拍,窃听中共高层领导,背后操控的则是周永康、曾庆红等江派前常委。 习近平目前初步掌握了中共军方,但对于国安部仍没有完全控制。 国安部曾视周永康政变的耳目,帮江泽民以间谍手段治国。 中共纪委监察部2016年12月30日在其网站发布消息,中国国家安全部员党委成员、副部长马建是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并以交司法机关处理。 通报罗列马建的罪状包括,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抗审查,转移,藏匿涉案财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巨额利益,滥用权利干预执法司法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等。 马建监听中共高层动向 海外博讯之博文社1月4日文章称,导致马建落马的直接因素是帮助周永康,令计划窃听中共高层谈话等,曾策划,主导了偷拍前北京副市长刘志华淫乱视频。 美国中文网刊中国事务主编武凡就此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马建下台,我不认为像博文社所讲,是因为给刘志华拍了视频,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 马建的特长是窃听,偷拍,侦破,他的监听对象包括最高领导人。当时监听胡锦涛,恐怕也包括习近平之类的,因为马建属于国安部的老人马,跟着周永康走,可能也跟曾庆红走。 我认为,现在当局不愿意把这个事情搞得太张扬,就找了一个是一级的来掩盖。 香港《前哨》杂志曾报道,曾庆红1999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广至亲信,上任不久就把70多人从处集提升至狙击,其中就有马建。 习近平改组国安部,减除江泽民曾庆红党羽。 到在2014年11月3日,台湾自由时报综合海外中文媒体消息,以减除周永康党羽,其改组国安部为题,对习近平将改组中共国安部的消息进行分析报道。 报道称,中共将进行情报与间谍机构改组,改采中央垂直管理,将原有的国家安全部及下属各省,市及的国安局完全化归中央管理。 国安部将划分为国内安全部和国外安全部,新部门由两名副总警监直接负责,未来将负责搜集和分析国内外、港澳台等情报资讯。 中共现行国安系统是在江泽民时代形成,基本上是模仿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联邦调查局、FBI的分工,对外是国安部,对内是公安部。 公安部的国内保卫局与国安部构成中国对内、对外两大安全情报系统。 2014年11月1日,中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反间谍法》,习近平随即签署后并公布实施,废旨已实行了21年的《国家安全法》,外界认为,这间接印证了上述消息的可信度。 国安部成江泽民政变耳目 作为中共江泽政法王的周永康,自2007年中共十七大机身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并主持政法系统以后,负责掌管中共警察和国内安全队伍、法院、检察机关和监狱系统, 掌握了大量中共最高核心机密,其中包括人事机密和经济机密。 据港媒透露,周永康指令国安部秘密构建了一个全国厅局以上领导干部的个人资料和言情信息的情报库,收集了数以万计党政高官的个人情报,包括习近平、李克强等人在内。 当局经过调查发现,周永康没有指示耿会常违法窃听中央领导人,而是越过耿给耿的部下下令。 这是周永康利用国安情报系统单线负责,互相阁员的特殊性质,造成周、令集团直接插手国安部的情况。 这个黑档案库由分管反恐和反间谍工作的副部长马健负责。 时任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势力据悉也通过国安部收集黑材料。 更严重的是,在周永康与令计划等人结成同盟后,该库被周永康和令计划所利用,为上签名他们认为是一级势力的官员做了标签,收集这些人的不利材料。 其中包括前任中共常委和胡锦涛、温家宝,还有现任常委以及习近平、李克强,必要时即可放出,置这些政坛对手于死地。 美媒《华盛顿邮报》认为,周永康负责安全领域期间的中共间谍经费过大,马健如果因此入罪在情理之中。 另一具体操作的江派重要情报员是北京国安局局长梁克。 《纽约时报》曾报道,梁克涉嫌把来自国安局间谍网、电话监听以及首都北京的告密者的信息转交给周永康,并为其提供帮助。 梁克窃听,监视一些中共政治局常委行踪的行动,其中包括对胡锦涛、习近平的监视,并将这些监视资料提供给周永康,为其阴谋政变提供情报。 梁克命令他最信任的人在18大前夕窃听李克强和温家宝,窃听他们的家人以及助手的电话,其窃听旨在寻找任何腐败的证据,讹诈及要挟他们同意周永康提出的人事安排。 2015年3月15日,中共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在亲习近平阵营的媒体刊文称,周永康与徐才后、薄熙来、令计划案都有牵连,他伙同李东升、江洁明等下属,更是或串联或并联,组成了一张巨大的贪腐网,到了几乎可以遮天蔽日的地步。 早在陈希同垮台时,中共官场就有传言,江泽民、曾庆红通过安全系统的特务,掌握了每一个高干贪污腐败的证据细节,并以此作为要挟官员效忠江,曾的筹码。 据港媒《征民》2015年5月透露,当时在前北京市长陈希同事件中,江泽民使用国安部人员打入到江苏无锡邓斌的非法集资活动中,而后获取北京市委办公厅有关人员与邓斌的关系证据。 邓斌很快被枪决,但正而不拒。江并动用国安力量抓邓斌私生活的把柄,把邓斌搞臭。 被江泽民灭头的原北京副市长 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原北京副市长王宝森不是自杀的,而是江泽民动用国安特工将王杀于荒角,从而导致陈希同下台。 不过,对于利用国安间谍破案,北京知情人士说,江泽民是点到为止,在陈希同案公诉之前就换了国安部长,想把那一张掀过去。 陈希同案审结后,国安部长很快被更换。 1998年,徐咏月解替贾春旺出任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惠昌则被提拔为中共国安部副部长。 1998年2月27日,陈希同被最高检察院逮捕。 1998年7月31日,被北京市高院以贪污罪、顽固执守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 陈希同不满而上诉,但在8月20日,最高法院中审裁定,驳回陈希同的上诉并维持原判。 而在1997年,陈希同之子陈小红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998年,陈希同不满而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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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陈希红沙況的颜色。 1998年,陈希拗留计刑等等。 1998年,陈希同不满而上诉。 1998年,陈希多伟子亚期 haters 近年。 1998年,陈希同不满而上诉。 1998年,陈希同不满而上诉。 2098年,陈希同不满而上诉。 2098年,陈希倌遗舞中茴り远尤帖春。 2009年,陈希尔戴春夏天后午下写药的5分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